大家好,我是咕咕 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神探伽略略第一季的第六集 梦见 小薰去网红的占卜算命 发现算命师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小巴 一个经常被自己教训的憨憨男孩 再次听到小巴的消息是几天之后 小薰接到了一个案件 犯人,正是小巴 她涉嫌骚17岁的女高中生 并且在昨晚夜闯女孩的闺房 幸好被女高中生的妈妈及时的发现 用猎枪赶走了小巴 目前她处于在逃之中下落不明 小薰的上司知道 先犯和小薰是认识的关系后 为了避嫌就命令小薰不要再跟进此案了 小薰回忆 记忆中胆小天真的小巴 怎么也不像是会对未成年少女下手的样子呀 于是便偷偷的私下调查 发现有几个疑点实在是太匪所思了 有难题找汤川 小薰向忙碌的汤川 简单介绍了本案他觉得不寻常的地方 那就是小巴的预知能力 在小巴小学时期的日记本上 曾写着他要和叫 森奇李美的女孩结婚 森奇李美正是本案中涉及到的 女高中生的名字 这个名字算是比较少见的 关键的是 小巴写下这个日记的时候 本案的李美还差半年才出生呢 而小巴也一直没有忘记过 童年的这个梦想 包括占卜屋的名字 也是用李美命名的 因此当李美碰巧来到小巴的占卜屋时 同名同姓的梦中情人 让小巴立刻意识到这是天赐的缘分 并立刻疯狂地给李美寄去了爱慕的信件 听到这儿 他常觉得 这段经历放到小说里可能是浪漫 放到现实这叫做性骚扰好吗 讲到小巴被拽的契机 小薰不得不解释一下 那并不是小巴私自夜创李美家的 是李美喊他过去的 事发后 小巴曾经联系过小薰 他说 自己是在案发前 看到占卜用的鱼缸里顺面漂浮着的字 内容就是让小巴深夜来相会 书名正是李美 留言的内容还特意强调 会留着窗子迎接小巴 现场的窗户也确实没有繁琐 毕竟李美的房间 是用艺术线条装饰的窗户 在繁琐的情况下 就算砸碎了玻璃 人也是进不去的 而且那个李美房间的窗户模样 也曾经出现在小巴的小学日记里 提前记下没有遇见过的少女 以及她房间的窗户模样 这不是预知能力是什么呢 当然这种超越科学的说法 唐川是没有兴趣的 不过刚才小薰提到 小巴看见字符在水面上的留言 这个细节倒是让唐川有点感兴趣 既然是从水面上看到的字 自然是要化验一下 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成分的 瞧瞧地取完占卜屋里鱼缸的水样之后 两个人直接前往小巴的老家查找线索 因为是童年的玩伴 小巴妈妈自然也是记得小薰的 关于李美的事情 小巴妈妈表示从小就听儿子念叨这个名字 但周围没有人叫这个 偏硬直当他是幻想出来的朋友 这时小薰弱弱地问了一句 小巴有没有表现出有超能力一事 又开始怪力乱神了 唐川没耳朵挺下去了 堵房间里搜集水样去了 临走前看着满墙小巴的画画 小巴妈妈记起两个孩子小时候 经常去附近一家叫做北野宗平的画家里玩耍 年代久远了 小薰都有些记不太清楚 回去路上顺便就去画家的宅院看一看 但这里已经荒废了 小薰想起来 自己转学之后就听说画家去世的消息 印象中画家很亲切 还教会了他们一首很有趣的童谣 屋顶尖有尖 棕櫚一颗颗 两只怪兽把着门 除了画家和善 他身边还站着一个温柔的搭着肚子的妻子 也不清楚他后来的去向如何了 法医小姐姐知道小薰还在跟进小巴的案件时 就劝他赶紧收手 以理性派的法医小姐姐为例 他曾经遇到过严实的对象是自己的熟人 那次边工作边痛心的经历 别提有多糟糕了 况且小薰这么感性一人 嘴上说是秉公办理 但绝对会寻思导致判断错误的 小薰去找汤川询问进展的时候 再次接到了小巴的电话 并要求单独见面 小薰自然是心软的答应了 汤川在旁边 直言小薰应该把这件事交给警方去处理 或许是一直听到否定小巴人品的小薰 或独自执行上了头 便朝着汤川说了很重的话 讲他是冷酷无情的科学家 所以才无法理解自己的做法 这话说的明显有点重了 汤川的脸色很是生气 小薰部里赶紧就去码头找小巴去了 汤川这边气归气 手上的研究调查却没有停 一边让助手们去调查 北野宗平过去的作品 自己这边则再探北野老家 细细地翻找下来 发现了两个一点 第一就是 北野家有不少全新未使用的儿童玩具 第二就是发现了一张女人的遗照 会不会这预示着 当年北野的妻子过世 孩子也要着了呢 汤川准备赶紧去见小薰 告知他自己的发现 结果被小巴误会 认为小薰不遵守约定 带了人过来 就特别孩子气的 把两个人关在了废弃的船舱 里面没有信号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位置 幸好汤川想到了一个主意 能够发送救援信息 就是先编辑好短信的内容 点发送的同时 用绳子把手机抛出船舱之外 运辑好的话 短信是能够成功发送的 想法是没有问题的 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掌握好时机 要在短信进入 发送失败阶段前 扔到外面去 二 你要有一只奶摔手机 下面就是反复实验 等待发送成功的那一次了 中间 两个人都为之前的吵架 表示后悔 小薰为自己感性的冲动道歉 汤川则给小薰解释 科学家只是看起来冷冷冰冰的 其实内心并不讨厌 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虽然用的是第三人称 但我们都知道 汤川说的是他自己 小薰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汤川 老师你有为某个人 努力地付出过吗 小薰啊 睁拿你的眼睛看看吧 看看这个大老远跑过来 认你手机累得 肩膀都酸的男人吧 在小薰手机碎掉之前 短信终于成功发出去了 出来之后 汤川想搭遍车 去找李美问些问题 下车刚看到他们家的建筑风格 就想起了小薰之前 哼唱的那首童谣 屋顶肩又肩 宗女一颗颗 两只怪兽把着门 童谣里形容的不就是李美家吗 想到叫小薰童谣的人是北野 整个事情一下子就清晰了起来 也没有找李美的必要了 汤川掉头就回去实验室 在路上 汤川先告诉了小薰结论 就是小八当然不是有预知能力 他记下的李美是确有其人 那个人就是李 啊 老师你忘了我叫雷海薰吗 继续先前的发现 北野叫小薰的童谣 形容的就是李美家 这说明他和李美家 有着很深的渊源 北野作品中 汤川发现了一幅李美家的画像 小八会在小学时期的日记里 画下李美家的窗户 就是因为幼年时 曾见到了这幅 北野为李美家所做的画 另外能够让汤川 接近本案真相的 还多亏了小薰的一句话 他曾经说 北野身边的妻子 是怀孕的状态 还记得汤川在北野家 发现的那一张 女子的遗照吗 那是北野过世妻子的照片 在小薰上小学之前 就已经去世了 而时间上腿里 小薰是不可能 见到北野的妻子的 更别提示 大着肚子的状态了 基于没有再婚的记录 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就是 不能够明说的婚外情 加上北野的老宅里 有很多全新的婴儿用品 这反映了两点信息 北野很期待 这个孩子的出生 以及这些东西 并没能给孩子用上 那么是孩子夭着了吗 在北野的作品当中 有一套作品的名字 都被命名为李美 向来是孩子的妈妈 告诉了北野孩子的名字 北野才疯狂地 与女儿致命作画 以表达思念 所以森齐李美 就是北野的女儿 那么当年 被小薰误会 是北野夫人的 也就是如今的 李美的妈妈了 再看这些 北野所画的森齐李美 从年纪上来看 不可能是 本案中的李美的 而更像是小薰 向来北野 不被允许见到孩子 只能在来自一家 玩的小薰身上 照形女儿的影子 那时候 北野总是 以森齐李美 呼唤着小薰 交多了之后 年幼的小八 就把爱慕的女孩名字 继承了李美 因为名字 弄魂了爱念对象的 误会解除 再回到本案的起点 小八为什么会看到 浮在水面上的文字 根据化验 唐川发现 占卜物的余光水里 检测出碳水化合物 所以原理很简单 是嫌疑人 使用了米纸来写字 米纸是水融性的 用来写字的是油性笔 当水融化了米纸之后 则会留下 排斥的油性字样 就是这么简单的 像魔术一样的 留言方式 至于留言的人 并不是李美 而想杀小八的李美妈妈 当她看到了小八 寄给李美的那些情书时 便认出了小八 就是当年 见到过自己的小孩 害怕过去 和北野的事情被发现 于是便留下了字条 引她深夜 来李美的房间 等她出现后 就立刻用猎枪杀害她 这样就可以伪装成 正当防卫 杀害目标小八了 最后 李美妈妈承认了一切 小八的罪名也被撤销 了解自己 其实爱念的是小薰 将来也不会再 围着未成年的李美专游了 案件圆满的结束 小薰准备为汤川 组织一场联谊 以表达谢意 汤川最后还是决定不去了 联谊泡汤 茶叶根似乎依然预示着 会有好事发生哦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咕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